我可以明确负责任的告诉你 这俩车都不错 新款普拉多 它的卖点 自然不是外观和内饰做工用料 它的卖点依然是那份稳定性 它是和雷克萨斯GX同平台打造 丰田的TNJF重置平台打造 包括发动机变速箱和底盘 都是和雷克萨斯GX一模一样的 还有就是添加了丰田的TSS 双勤混动系统都一样 这样你玩越野或者是在城市市区代步时 这个带大梁飞承载岁月车 在混动系统的加持下 大大降低了油耗 一个2.5吨重的一个普拉多 城市油耗11个 跑高速也9个多 相当于一个2.0T汽油车子的油耗 绝对是可以买得起 也让你养得起 所以说你不要吐槽它的内饰和外观 那么老款的丰田普拉多也是这样 外观内饰都是一塌糊涂 它的卖点是耐用性稳定性 你去游山玩水长度跋涉 它不会引力扔到半道上 这才是它的优势 而坦克700更是买得起养得起 它是绿盘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 存电续航 184公里 车子比普拉多还要大 车重三吨多 亏电状态下 油耗才12个 也就是相当于一个 20T汽油车的一个油耗 你比如说像 福特锐剑 丰田汉兰达都要4个油 并且长城坦克700的发动机 综身质保 包括三电系统也是 首任车主不限年限 不限里程 或者是不限里程的质保 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的 长城这几年都坐越野车 质量还是非常不错的 坦克系列 车主火辈回馈都很好 并且长城呢 是非常有诚意的 那么长城汽车 不仅拥有更好的一个扭矩和马力 而且有更好的一个配置 和类似的做工用料 舒适配置也要好很多 在你去玩越野 开一个非常矮式越野车的时候 大量车的越野车 你的舒适性要比普拉多 更加优秀一些 这两款车的越野能力都很强悍 尤其是坦克700 在3.0T6-1和电机的驾驶下 综合扭矩800 综合马力400 使得这个车子 严重动力过剩 所以说这两款车 你要要一个好的一个配置 输入性会更好的 你选择坦克700 如果你信不着他这个车子 买封定普拉多 也能用住 没有任何问题 都是好车子 都是一样的价位 50多万 那么四明前的小伙伴 对我说的有没有不同意见和想法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转发评论点赞 拜拜 拜拜